即使只有一根弦 依然可以譜出動人的樂章 即使只有一顆氣球 依然可以帶你到很遠很高的地方 即使這個家不一定華麗 但是我們 愛上這家 這個家不一定很華麗 是 但是每一個成員都很熱血沸騰 所以呢 只要有熱血沸騰 很熱情 那麼這個家就會充滿光彩 就很華麗 是的 今天 關鍵字就是 對 我今天邀請到一位 非常熱血的新移民姐妹 對 她不單人情遠 人緣好 然後她還是提供很多場地 給新移民的姐妹 來做一個聚會的地方 她有能力可以提供一個場地 給大家 對... 歡迎我們的歐陽文文 請坐 大家 歐陽文文 今年42歲 目前經營屬於自己的天免餐館 那我們現場除了文文以外 我們來賓友禁 陳黃鳳老師 大家好 我是黃鳳 陳黃鳳 台灣粵語教師第一人 來自越南的新住民女性 推動越南語教學不遺於力 來自越南職訓達人 張曹傑先生 大家好 我是張曹傑 張曹傑 職訓專業講師 同時也是經濟部商業司的 創業張老師 這個陣仗擺開來就知道 文文呢 他經歷過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而且呢 他非常特殊 他也不是像 一般我們刻板印象裡面說 好像是這個所謂的越南 然後去找來的這個新移民的姐妹 不是 他這算是自由戀愛 那我想起問你 怎麼認識你老公的呢 因為我剛到台灣來旅遊的時候 我妹妹的大嫂介紹的 她是我妹大嫂的同事 千里因人間 這當然是個奇蹟啊 對 好 那我們來看文文人生 第一個奇蹟 文文人生的第一個奇蹟 十九歲 在緬甸開了屬於 自己的美容美髮店 在一次來台灣的 拜訪親戚的旅程當中 透過親人介紹認識的先生 短短兩個禮拜 兩人譜出戀曲 而之後 文文回到了緬甸 兩個人只能透過電話 維繫感情 之後先生到了緬甸提親 兩人也就決定結婚了 這個聽起來 是不是一個大膽的故事啊 對啊 千里因人一線千 那兩個禮拜 你們怎麼相處 怎麼有辦法 就覺得看得好像還不錯 對啊 因為我先生看起來很老實 我現在有個更大的疑惑 就是你先生 在這兩個禮拜這樣相處 他有沒有做任何事情 讓你覺得這個關係可以 跨前一步 有 他因為我看他的個性 因為譬如說我今天誰來了 去哪裡 他都會帶我去 他可能跟別人那種 就是我認識的人相處得很好 我想請問你 現在跟你差距是幾歲呢 差不多九歲 九歲 也還好 也還好啊 當時候他一定有相當的這個 社會經驗啊 基礎啊 對… 所以妳開始盤算了嗎 那時候還沒有 也還沒有 還沒有 等到回去了 慢慢覺得還可以啦 距離開始會想 對 有回去甜甜的時候在想他 他比較想妳還妳比較想他 那時候今天他不在 妳可以多說一點嗎 所以什麼樣的契機妳覺得 可以進一步交往 是他自己開口說 我們湊一起吧 他開口的 我就跟他說可以啊 可以耶 相處得點點滴滴滴 開始一個一個可以打勾的打勾 可以畫圈的畫圈 對 妳說妳才21歲 妳自己剛剛說不是 其實不是以結婚為前提的交往 對 對 對 可是妳大概心理上 已經傾向於他 對 慢慢跟他接觸後 他的個性很老實 他家裡的人妳相處得好嗎 很好啊 很好 當時候妳們可以接受這樣 然後就開始規劃說 因為妳畢竟不是台灣人 對 妳要規劃妳要來台灣 那個心理的 妳有很大的心理的這個轉折說 好 我要... 可能下半輩子是要在台灣的 對... 有很困難嗎 應該還好 沒有那麼困難 因為我從小讀書的時候 也分...不是在跟父母一起 都是在外面上課 就是獨立就是了 對 所以到台灣也是還好 一樣是姐妹們還是在這裡 所以... 姐妹們 對 對 是妳自己的親姐姐嗎 對 對啊 因為當時候她的先生就是 就是那個 在介紹 就介紹 對 那他有沒有像一般台灣男生 那麼不貼心 他滿貼心的 像譬如說現在有時候忙的時候 他就會看小孩 幫我看小孩子 有時候去幫我接啊 小孩子的功課都是他在弄 除非他現在他去緬甸的時候 都是我 九點小孩子回來了 安親班上課好回來 我就直接就回家 帶小孩子回家 是 那他是要幫你的時候 你在做什麼 開店 對 但是這個畢竟是一個很大的轉變 就是妳什麼都改變了 對啊 妳甚至中文當時候溝通還可以 可以 但是都是陌生的嘛 這環境也很陌生啊 也還好 也還好 對 因為像譬如我去到哪一區我 譬如說我在中山區 中山區那種寧生北路 那一段我都會知道 像譬如說 都了解 了解 因為我先生都會帶我去 像譬如說我先生 那時候我要開始上班的時候 他就 我要騎機車嘛 他第一次帶我 那時候他會開車去一次 第二次公車去 第三次在機車一起再給我任路 他就是 對 在最後一次他就給我自己騎 是個很細心的男生 對…真的很細心 跟開店計畫是有點像 走到很遠 走到踢退了 對 所以他是一個很務實 很腳踏實地的男生 對 但是呢 還有第二個奇蹟呢 這麼快就跳到第二個奇蹟了 當然啊 怎麼說 我們要來看看他第二個奇蹟 是他來到台灣之後 他心裡面想一些什麼 發生了什麼事情 好吧 那讓我們來看 文文人生的第二個奇蹟 文文人生的第二個奇蹟 婚前 文文在緬甸 有屬於自己的工作事業 但是嫁到台灣後 只能當專職家庭主婦 在親友的介紹之下 進入快遞公司上班 主要處理文書還有行政工作 一開始因為注音不熟 無法使用注音輸入 先生很有耐心的指導 使用倉截輸入 讓他每天練習 一直到文文懷孕前一個禮拜 才停止了工作 謝謝 剛剛我們看到是一連串的對比 妳本來在家鄉 就是一個已經有專業的 做美容美髮的 然後其實十九歲 以美容美髮業界來講 是一個正成熟技術 已經相當成熟的時候 那個時候妳的狀態 在緬甸做得怎麼樣 我學美髮後就開了一家 因為我比較喜歡賣化妝品類的 就是今天賣化妝品 對 像譬如說我就 妳要賣這些化妝品 開了一個髮廊的話會比較 銷售量會比較好 還有加那個做指甲什麼的 指甲沒有做 沒有 對 因為指甲的話要 我親自要幫人家做 所以我沒有做這一個 大部分是賣化妝品類的 化妝品 對 那妳交給妳老公的時候 那個店怎麼辦 要瘦了嗎 給我表妹在經營 就是在緬甸還有表妹在經營 對 所以妳當時候放棄了這些 對 然後來這邊不是老闆娘喔 不是 然後 怎麼捨得呢 可以做妳老公的老闆娘嗎 可以 妳怎麼做她的老闆娘 家裡面用的東西 我花多少錢 沒問題 像我譬如說去哪裡 一到台灣我拿到身分的時候 她第一個就辦信用卡 第二個就買保險 她的動作就是兩個 賣保險比較危險一點 放金融卡是可以 不是 一般她都會說 我全部都可以幫妳全部弄好 是這樣的心態 對 心態的 就是很照顧妳就是 對… 這男人很棒耶 對啊 妳老公真的很擅長 像譬如說小孩子一生生好 馬上隔天就保險人 我女兒都已經把女兒的保險 都已經辦好了 辦好了 對 她是行動派的 妳覺得妳是眼光好呢 還是妳幸運 究竟文文怎樣評斷自己的眼光呢 因為我覺得這個一年多長距離 然後兩個禮拜實際的相處 零零種種加起來 要有這麼大的判斷力 然後知道說 女兒生出來隔一天 馬上就辦好保險這件事情 對 是有點困難 是啊 因為我先生真的很貼心 所以多少有點賭注 對啦 有一點 但是我要想要問的是說 妳變成家庭主婦 那有沒有覺得 我以前是很有能力的人 然後不行 我一定要做一點什麼事情 有 我剛到的時候 我第一個去考執照 沒法的執照 妳還是去考執照 結果去遲到了 因為她命中就注定叫我不要考 對 遲到了 找不到路 找不到路 遲到了 妳先生沒有載妳去啊 沒有幫妳 沒有 我妹妹載我去 好好笑 所以就沒有考到 就是說不適合我這一行 所以我就沒有再去報名考了 在公司上班上了多久了 上了差不多快一年多兩年有 還習慣嗎 還可以 還可以 那什麼原因又沒有再去上班呢 因為懷孕 懷孕 所以妳阿妤妳自己做媽媽的角色 在那個時候 對 那大概待了幾年這樣的角色 妳就開始有新的轉變 差不多六歲 七歲的時候 那時候大家都會推薦我說 因為我開始做志工嘛 就同學媽媽們就是我愛 第一個就是愛煮 愛煮 煮菜 煮菜 對 今天煮了什麼就打電話說 妳們要不要來試吃啊 我煮的東西 所以妳就煮很多菜 對 像我去市場裡面買菜 小姐妳在開餐廳嗎 我說沒有 反正錢...她老公沒有管啊 對不對 就這樣 所以其實從妳的個性上看 就是好交朋友 對 然後很喜歡新鮮 然後喜歡見市面 像有時候就是說 今天是煮白衣口味的 今天是煮雲南口味的 再來是煮泰國口味的 是喔 妳在緬甸 妳怎麼會煮那些菜呢 因為我們在那邊讀書的時候 就到高中 像泰國學朋友有去那邊 在我們家那邊都是 妳煮出來 我煮出來都是看了就會了 那現在妳的餐廳也都有很多 不同的國家的菜 有 有三個國家的泰緬 泰緬 雲南 雲南 這個就是 很期待 聽起來就是另外一個奇蹟 對啊 那我們現在來看文文人生的 第三個奇蹟 小孩上學之後 文文也到學校擔任志工 因為平常喜歡煮料理 分享給大家 在朋友的鼓勵之下 鼓起了勇氣 開了一家自己的餐館 而這餐館 也成為幫助新移民的平台 除了賣地道的 太顛免的菜肴 還有在餐館裡工作的 都是新移民 變數滿滿 聽到妳為什麼在發抖 因為這個畫面我不太喜歡 我要幫妳當一個 這什麼東西呢 出耳朵 對 這個也是名菜 對 這個我們叫做 大薄片 大薄片 但是大薄片廣用手這麼切嗎 可以 您試試看 這個雲南菜裡頭 最著名就是刀工 雲南豬手 雲南這個大薄片 這還不是直接的 還得斜切 慢慢用像削一樣的薄出來 片出來 很多地方都有大薄片 對 您家做的大薄片 有什麼特殊地方 或者大家覺得最好吃的地方 可能醬 醬 對 醬很重要對不對 像涼飯類的話 醬很重要 你醬好吃 什麼都OK 我先聞一下 描述一下我感覺 你可以猜裡面有什麼嗎 我猜猜看 好 有醋 米醋 然後呢 當然也看得到 有辣椒 辣椒 花椒 蒜頭 對 還有 這油是花椒的那個 陳老師 您猜猜看 搞不好您 酸頭 辣椒都有醬出來 還有一種油對不對 因為上面都有一層感覺的油 是不是 香油 對 香油 用花椒下去逼出來的花椒油 這個醬料很非共和 還有糖吧 對 還有糖 剛剛聞這個味道 就跟一般你市面上吃到的大薄片 真的不太一樣 它的醋味很 味道很重 一般大薄片外面做的 就那個味道 沒那麼有層次 這個層次比較多 因為我們有那個聞到辣椒 然後酸甜 然後麻 而且聞到會拉口水 怎麼那麼多辣椒 口水一直拉出來 對 這樣我講話也是頓定 是喔 所以酸酸拉拉的嗎 不辣 不辣 對 還得放一個辣油 對 這個醬汁很費工 我們來試試看 才跟芽不一樣 而且我有注意到 要拌一下嗎 攪拌一下 像一般 下面就很多洋蔥是嗎 對 跟洋蔥夾著吃才好吃 解膩 好洋蔥耶 多了一份爽口 你這個獨家調製的醬料 是你自己 比如說你爸爸媽媽父母親 傳下來給你 還是你自己 沒有 自己調的 好吃 因為我把口味把它調 適合這邊的口味 最大的口味 對 這個是重點 對 有自己的特色 然後還適合當地人 可以吃的東西 對… 這個不簡單 大包片 那這一個呢 這是我們歹廚師的那種 保障魚 對 像譬如說 辣椒 還有蒜 還有香茅 還有那個 香茅 就是一絲絲就是香茅 還有檸檬葉 大蒜 辣椒 像一般吃人家會這樣吃 就是一口魚 然後一口那個搭配的醬料是嗎 對 就這樣 醬一口放進去 對 像譬如說人家到店裡面 不敢吃辣的話 這個把它移開一邊 就吃下面的就好 這個 有的就帶回去給你 又好吃 我也來吃吃 我也來吃吃好了 是 它的魚肉不是那麼厚 所以它酥炸起來 那個酥炸的那個梅納反應還在 然後加上這個很清爽 不會很膩口 如果是剛炸完 剛炸好的時候一定是很好吃的 它是脆脆的 那那也是 對 那也是百姨人吃的 像我們在家鄉 早上都是會吃這道菜跟糯米飯 跟糯米飯 跟糯米飯 包在一起 飯糰 飯糰嘛 最後不是 它們就是像用葉子跟這肉 還有那個豬皮 像你可以用大蒜一起可以吃 如果敢吃的話 那我們來吃吃看 它跟那個種葉 用種植的葉子味道 那種香味一樣的意思 裡面有包什麼 這裡面有那個大蒜 辣椒 大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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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房裡頭已經有大蒜了 那黃黃是什麼 那是黃漿 黃漿 對 那對 現在新聞就在報說看 這個太好吃了 早餐喔… 我願意 早餐又吃這個 對 跟糯米一起 那種白衣人就這樣吃 白衣人就這樣吃 像有時候他們去工作 就買了一條這個 糯米飯一包就出去 像這些菜 一般台灣人的接受度 都是你邊看邊調整 你邊看邊調整 像這個我們那邊會比較辣 還比較鹹 所以就鹹度的 對… 我覺得已經是鹹了 沒有 因為妳是這樣吃 因為我們是要配飯吃 因為那邊可能一條可以吃 一湯的 對 像我們的話就是買來 有時候會這樣一直吃 對… 夾雞頭這樣子 對 這個真的很好吃 這個很好吃 那這一道呢 這是我們雲南口味的 像這是大舊架 大舊架 這是年糕 雲南名菜 大舊架 這是年糕 這是年糕的一種嗎 對 這一般大舊架也是這樣炒 但是很少像妳這麼做料 這麼多的 對啊 很豐富 有蛋 這是就是我們家裡面 經常這樣炒吃 所以可能一家跟一家的味道 不一樣 所以這是你們家獨家的 對 我也好愛吃這種東西 這算主食嗎 不是 不是啊 是菜 是菜 像這個 要冷了 味道沒有那麼好 如果說熱的時候 味道是滿好的 這樣有一點 有一點那個QQ的 然後也不會 怕冷了 所以它會變這樣QQ的 那熱的時候怎麼感覺 它就像那種比較軟軟 很濕起來很弱 可是我覺得冷的 冷掉滿好的Q度很好 所以這一道菜 還有像人家外帶 我建議說焦麻糬的話 我不建議外帶 這個的話可以 像這個 這個要外帶我就會建議 不行了 對 怕不好吃嘛 對… 老闆連人很好 梅花肉 還有蛋嘛 對不對 有蛋 這梅花肉 對 所以每道菜都要放辣雕就是了 每道菜都是很辣的 這是蛋是先另外另鍋 起鍋 起鍋炒後 起鍋炒後再拌進來 對 因為如果說你一起炒 因為炒後它的顏色 這蛋顏色不好看了 對 還有那個 我自己做的酸菜在這裡 對 我們就吃到那個酸菜 帶一點甜味 對… 酸菜 這個酸菜還帶一點甜味 這一道菜最主要的 還有一道菜 就是橋頭 橋頭 橋頭 對 來 把它找出來 橋頭 應該找不到橋頭 你會吃橋頭嗎 比較少對不對 沒有 喜歡吃 不是 台灣人吃的話說開胃吃的 它沒有放辣椒 對 對 那是黏菜的 因為我把它弄 妳把它弄碎了 對 我怕台灣人不接受 所以還好啊… 但妳偷偷放進去 不是… 它會咬到那個 它會有一點酸…的 所以你把它攪拭 你就會吃不到 它就會全部落在這裡 有 其實有吃到 它香味有 香味有 對 像還有就是火腿 火腿小小的 有 也是把它 對 搞不定 把它切成小對不對 對 我把它切小小的 這是辣肉火腿 對 這個不只是大舊駕 對 還有這個是什麼 我們過年也會吃橋頭 這是摸摸喳喳是不是 這不是摸摸喳喳 這是地瓜新米露 這黃色是地瓜 那這跟一般… 一般做的配料有什麼不一樣 椰漿 椰漿 新米露 還有這邊叫冬瓜糖吧 是椰那個棕櫚糖嗎還是 對 它很香喔 棕櫚糖啊 棕櫚糖很好吃 好 我們試試看 它有湯匙 我們這個 用那個 所以這個是地瓜嗎 有 小湯匙在那邊 這是地瓜是不是 它真的有棕櫚糖的味道 因為地瓜這是 我朋友他們家舅舅種的 跟越南的味道完全不一樣 因為它用糖不一樣 所以吃起來感覺不一樣 沒有買 那我覺得你爹裡就不能吃到 這一道菜了 我聞了 究竟要如何 才能吃到美味好吃的甜點呢 那我覺得你爹裡就不能吃到這一道菜了 免費送的 這免費送的啊 像你吃的那一碗就是 像我們店裡面就用這個碗送的 像湯匙是這個 它就是這樣搭的 對… 這麼小碗 對 因為送的 因為人家吃飽了就給人家說吃來 吃一個甜點 所以吃得到 但是不賣的話是免費的 對 它每天不一樣 譬如說今天是地瓜 再來是玉米 有時候是紅豆 蜜豆 這個棕櫚糖很香 很順口 棕櫚糖是慢慢的從花蜜 然後接下來… 然後才煉成糖的 果然那個香氣很好 可是這麼多 有的是你祖傳的 有的你體會了 然後改變了 比較適合當地在台灣的口味 我知道你想要開 可能要拓展分店 或者想要交其他的新移民姐妹 有 對不對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有沒有 開課沒有 因為那開課要很大的場地 以前的話 我們開店的時候 就在家裡面有交 就是同學媽媽們 都還沒有那麼制度性的 對 就是在家裡面 我告訴你 我今天特別請了兩個專家來 我們等一下好好的討論一下 給文文一點建議 怎麼樣從一個 成功的餐飲店的老闆 然後變成是一個 也許是複製 模式 也許是連鎖 或者是把他這個理念 把它傳播開來 讓更多的新移民姐妹 能夠吃到更多的美食 然後也讓我們更多的人 可以享受到 好不好 我們來 請坐 吃飽了 喝足了 當然啊 要不要給文文一點建議 文文當然心裡面有在想 能夠讓自己的這個 不管是成功的經驗 經營的理念也好 還有家鄉味 分享給更多人 那也有更多的新移民姐妹 也想要來學啊 也想要學啊 我也想要學說 我們先請教這個 我們的職訊專家 張老師 以他現有的資源 他怎麼可以踏出那穩健的一步 其實開店容易管理難 要開一家店錢花了就有了 要怎麼去管理 而且台灣有一句俗語說 先你兒子難生 就是說會做生意小孩子 是不容易去生出來的 萬種選一 所以我覺得你已經摸索了很多 你說那個魚 你試哪一種魚最適合 這已經是你的 讓你在減少摸索期的第一步 第二步就是說 我們如何讓他標準化 因為太多人想要創業 台灣人很幸福 他人所謂幸福就是說 你看過去台灣被日本統治過 然後蔣介石又帶各省的人過來 然後現在又有那麼多 我們的新住民 這些元素融合下去 真的是太豐富了 所以台灣是美食玩國 但重點是 那麼多人想創業來講 我們應該要減少他的摸索期 因為他就是外行的 想要進來這一門 所以我們你剛才花了很多心 各種魚 各種料理 你要把它標準化 例如說我今天煮飯好了 我多少米配多少水 然後加什麼東西 例如說你要煮薑黃飯 加薑黃粉 這些創意 你要把它變標準化 減少他的摸索期 然後標準化好了以後呢 我們要把它變系統化 就一個客人進來點餐 到他享用餐點 到他結站 到他離開的時候 他是笑容的 所以這是最大的關鍵 陳老師 如果他這個新住民的這個朋友們 他也許他不是 不是顛免太那邊來的人 你覺得他們來學這個呢 其實我看過那個文文的餐廳 我覺得他很會經營 因為他的餐廳 外表看起來就是 感覺是比較有規模 然後進裡面的話 就覺得很整齊很乾淨 讓人家第一個印象是真的是 有那個標準很高的那個餐廳 對... 然後呢 他很會經營 因為他請很多新住民朋友 去那邊幫忙 那我就覺得是從這個部分 我看到他應該可以 因為文文有參加一個社團嘛 那個社團呢 很多姐妹 不只是印尼啊 是緬甸啊 柬埔寨啊 泰國啊 越南都有對不對 對... 對啊 那可是我覺得是 這一些菜 其實跟東南亞的菜 都差不多的那種感覺 可是每一個都有 又有自己的特色 特色 對 那所以我覺得 文文那麼喜歡集合姐妹 一起在這樣的一個環境 然後那妳也可以就是 就是開班 然後叫姐妹這個做這個菜 然後我們是不是可以 就因為妳那麼會管理 妳可以開分店 然後社團裡面的姐妹 每個人都可以做這樣的一個生意 然後之後就 就像張老師說 就可以變成連鎖店 我覺得也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 就是大家因為在異地嘛 我們希望能夠有一個自己的一片天嘛 那每個人都希望能夠這樣 那結合姐妹的力量 然後現在妳那麼有經驗 我覺得很多姐妹 她也希望能夠開店 但是她沒有經驗 然後她也沒有妳技術那麼好 那妳就乾脆把就開班 就是交換一下 對啊...我覺得都是很棒 文文有認真思考過這種 要把自己的這個這一套模式都複製 有想過嗎 有 我那時候還沒開店 我本來就是 妳還沒開店就想要複製 對 她很有老闆的那個想法 因為那時候我就 因為同學 因為我女兒的安清班老師 一直說 開班教我們吧 就是老師告訴妳要這樣子這樣 對 那後來說 好 那我教你們 可是我不收老師的費 對 就是食材今天多少 大家譬如來十個 十個人就評分 那因為最大 我打字我打沒有那麼快 後來我寫好給 我先生就在旁邊 他就幫我打 打那些譬如說今天食材是什麼 第一個是要怎麼弄 第二個要怎麼弄 他就全部怎麼弄 一番都全部把妳整理出來 買的材料都把妳整理出來 所以其實妳已經足夠出一份食譜 譬如說我現在開店的時候 我就是為了起 譬如說東南亞嘛 它就是這個薑就薩爾溫薑 所以我就用這個名字 來驅我賣的菜 像譬如說大陸的時候是怒薑 下來到... 緬甸是薩爾溫薑 對 下來泰國就是綿南河薑 對 我覺得很好 例如說妳現在怒薑 就是一個系列嘛 就是雲南的嘛 對 對 然後那個泰國那一邊來講 是綿南河薑 對 綿南河嘛 就是一個系列 我覺得這三個系列 而且菜單就是這種三個系列 我覺得很棒 而且妳跟不同的季節 去做這種不同的創意變化 吃東西還長知識 但是這些新移民的姐妹 她們在學習的過程裡面 也沒有什麼困難 就妳想要... 妳現在目前急需要解決的 妳有沒有想過這些事 像新移民那些最大的困難的話 食材會比較不好買 因為這裡沒有 她要到華興街那一邊 遠的地方 對 像譬如說在台北這邊 應該會有時候不好找 可是不是有很多那個 東南亞的雜貨店 裡面也沒有嗎 有啊 可是他們剛嫁來 他們怎麼知道說 這個東西是在哪裡買 像我們的話 像我們開餐廳 我們就知道說 我們批貨到哪裡 像有的台灣同學媽媽們 就是直接就來跟我拿了 所以妳不管是對資源 對人脈 其實我們對文文 有一個最基本的 我們對她的基本的印象就是 她其實非常熱情 她的店裡面的服務人員 都是新住民 對 都是姐妹 這其實是非常有特殊 是 說到底呢 對吧 那當然了 文文在這過去過程當中 妳來台灣幾年 十幾年了 十幾年了 當然有貴人 一定的啊 對 我們呢 第一個要找到她的貴人 歡迎蕭二斤老師 好愛 蕭小姐是貴的 我們聽說 當時候是妳把她推到目前來說 妳去開餐廳吧 是嗎 鼓勵她 是 鼓勵文文嘛 因為像我呢 我不是很會煮菜的人 然後呢 我們那個時候常常煮 煮了以後呢 就叫我們去吃 這麼好吃的東西 只有我們幾個人吃 好像太浪費 太可惜了吧 很多的也是 對 像這種的話 因為我們在外面也看過 也有新住民的朋友開餐廳 很不一樣的味道 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我覺得她可以做到 因為她是一個非常熱心的人 而且她的人緣非常好 也結交了非常多的朋友 她如果開餐廳的話 應該照顧很多人 妳可以說一個小例子 她怎麼個熱心法 妳有沒有考慮 很熱血啊 對 妳有沒有考慮 當女警呢 究竟文文有哪些狹義的行為呢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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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說一個小例子 她...她怎麼個熱心法 她的熱心 妳就即便說走到馬路上 可能有人在過馬路 她不認識的 一個老人家的話 她都會跑上前去 把她扶過去 她都能做到這種程度 如果說小朋友在路上 放學在那邊打打鬧鬧走路 她也會站到前面說 好 不可以這樣喔 會糾察對媽媽 對 妳有沒有考慮當她 很熱血啊 對 給我考慮當女警呢 對 很熱血的這個文文 是 而且她還很有 有狹義心潮 怎麼說... 因為我們有個朋友 他也是遭遇婚變啊 對 那當時也遇到困境 那就是他... 他知道之後呢 他就來介紹給我們 然後我們就一起去幫忙 幫他把這個事情完美解決 解決了 對... 所以他是用吃 來撫慰大家的心情 然後也讓大家能夠 把感情凝聚在一起 對 那最後變成一個專業 對 重點是說 我女兒也很喜歡 吃他煮的東西 而且呢 我們總不好意思 每次都白吃吧 有沒有 所以先是用 請妳教我的名義 最後乾脆說 拜託妳開餐館 是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 正大光明的去吃了 不再心有愧做了 不是謀人 而且謀人哥妳知道嗎 他真的是文文的公關 剛剛我們在私底下的時候 他一直直接發那個 文文餐廳的DM 做得很好 我以為 他現在是股東嗎 沒有 沒有 妳也挺熱血的嘛 是啊 發DM 每個人都有一張 你們兩個認識多久 我們認識有六年了吧 六年 來台灣才認得 對 因為在學校 在學校 我們都是志工 都是志工 對... 是妳怎麼會想到妳的餐廳裡頭 我全部都是新住民的姐妹 來服務妳 因為第一個 食材 我講一樣 大家都會知道說 這個東西 重點是這個 譬如說 妳去拿一個巴巴斯給我 巴巴斯 巴巴斯 像我講 我們那邊的人的話 他馬上就知道 他就去拿一包下來 妳去拿米干來 米干的話 米干 來週上我們都知道地方了 對 像譬如說 我們拿一樣東西好了 譬如說 去拿那火腿來 這個要怎麼炒 跟他講 他就會知道說 這個是這個配 叫法 第一個就沒有那麼困難了 所以讓他們懂妳的意思 他就比較好做 對... 像一般如果說 我請本地人的話 他可能要考慮 巴巴斯 我要認得巴巴斯一下 像我們看巴巴斯的樣子這種 巴巴斯跟米線很像 很像 巴巴斯是寬的 米線是細 明圓的 像板條一樣嗎 不是 它細的 它跟米線一樣 妳就沒辦法去那裡工作 還講這麼多 去拿巴巴斯 是吧 像那泰國餐廳炒的那帕泰 我知道了 就是那個 我了解了 我懂了 就是那個 有的店可能會用粗的 像... 那我知道 像越南河粉 對... 對 越南河粉 所以其實妳...我剛剛說 妳在操作上面當然是方便 對 但我更知道說妳這個餐館 其實發揮了更多的 有關於這個社會上 妳很多政府機構 民間機構 做不到的事情 互相協助啊之類的 而且是有那個新住民間 沒居住的地方 是...就是胡興社嘛 我們社長就是... 胡興社長 難怪了 像譬如說 今天這地方有一個義賣的 他們就是胡興社有一個攤位 那妳們就出動了 對 我就煮一些東西 就是或者是西米露類的 就是果凍類的 就是甜點 對 醃奶豆 送過去 對 這免費給人家吃嗎 沒有 那好像是用那個 發票來換的 發票 就是我們區公所辦的 就是妳的所有活動妳都會 對 對 對 這個除了趙小姐 趙理事長以外 還有另外一個櫃子 對 幫她最多的人 而且看起來就是很能幹的 是 妳趕快把她請出來 歡迎鍾小姐 請坐 謝謝 是 鍾小姐也是新住民 不是 她是台灣人 反而是我們台灣人 是她的好朋友 是 妳跟文文認識多久 認識快五年了 五年了 所以她一開店的時候 妳幾乎就在了 還沒開店前 還沒開店就在了 還沒開店就在了 那當時候怎麼認識的咧 小孩子的姻緣 對 小孩子的姻緣 因為小孩子的姻緣 對 所以妳也吃了她做的菜 對 我女兒也是她養的 妳也吃上癮了 是 所以趙小姐推她一把的時候 妳也是共犯 是 我們一起上媽媽同任班也一起 對 所以你們兩位是在她後面 把她推出去了對不對 但是姻緣 妳把妳自己推進去了 對 我們覺得這個決定是 對還是不對 是對的 是對的 對 應該算很辛苦啦 有時候人手不夠的時候 消防趕快來一下 她就來端盤子 來點菜 公關也要端盤子 是 就是人手不夠的時候 就在外場啦 對 像一般喔 我禮拜六 禮拜天 最忙的一天 有時候她會帶我女兒出去玩 就是說今天譬如說 第一個就是有什麼活動的時候 她會帶去 有什麼戲劇課 她也帶去看 對 看展覽 對 還可以幫她做Baby sister 妳覺得她的菜跟... 我相信妳也在一般的這個外面 對 吃過其他的這個邊境菜 妳覺得她家的菜有什麼 特殊的地方 特殊的話就是健康 然後跟一般的台灣菜不一樣 就是不油膩 然後爽口 對 那老少賢儀 我們家女兒也愛上他們家的菜 對啊 一大完工都吃得光光的 還拿起來甜 太可愛了吧 太好吃了 不只是吃上一種味覺 還吃一種感覺 對 什麼樣的感覺 就是姐妹們齊心協力 來到一個異地 然後呢 也有在地人 也有外地人 然後大家齊心協力 把一個美好的時光 大家一起共度 對 吃這種菜 真的好幸福 吃到喝菜有愛的感覺 是吧 說到愛 還有一個人 也是文文的貴人 對啊 而且最大的貴人 這個貴人呢 就是文文的婆婆 是 對 我們去聽聽看 婆婆現身說法 到底怎麼個貴法 會不會滿意還是不滿意這個媳婦呢 我們有請文文的婆婆 好 趙王阿鈞 妳是 阿姨好 請坐... 簡單說一句 妳對這個媳婦有愛嗎 有... 有愛嗎 很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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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痛 覺得兒子也很好 是 關心這裡雙子都有 對 說到時候 妳好心要娶媳婦的時候 妳就知道她是緬甸來的嗎 她知道 她...我們好心有說 有跟你說 妳有反對還是現在... 沒有... 都沒有反對嗎 她剛在緬甸結婚 再帶台灣請客人 是 大部分都是那樣 小子如果開心就好 政府也很友好 很快 對 平常是她怎麼跟妳溝通 平常是她都會在家 她會去我家 會把我旁邊從裡面出來 如果要拜一拜都拿去 拿去煮 她會去那裡煮 煮大家吃 所以這些雞肉類 大家都很煩躍 很準確 都把妳照顧得很久 對 對 但是我去雞肉也回來了 也是去那裡兩座 也是她叫我說請客也請客 就大家... 民主要幫妳照顧得很久 對 都幫她照顧得很久 這樣很好 對啊 大家朋友、家賓都去那裡 都叫我說請客 其實是她請客 是 妳幫她照顧得很久 是喔 那文文 妳覺得這個婆婆對妳來講 有什麼影響 然後妳的感受 第一個最大的是我感謝她 生給我那麼好的一個老公 真的感謝我婆婆 因為我婆婆生來一個 給我這麼好的老公 真的感謝我婆婆 對 妳覺得這個長此以往 比如說妳們未來妳還有更忙耶 對啊 妳又開... 在開店妳忙 那婆婆怎麼辦 沒有 還是要去啊 過年過節還是要辦 一定還是要抽空出去 對 妳有跟婆婆說不用擔心 對 妳來做啊 不過近鄉也很忙 對 就是這樣喔 所以大家都優好 我家庭都大家優好 所以我才會健康 我八十三個 八十三個 是 所以我都會去運動 這樣開心 但是家庭都很優好 所以我... 您這個媳婦 或是... 不管是她本來 譬如說新住民的這個活動 好啊 在地的活動 人家都會參加 對... 很熱情 對朋友或好 對情人都很熱情 對 這個熱情 妳覺得妳的好心跟她 很順利 對 是妳的感覺 還是妳的好心自己好嗎 對啊 就是啊 就是啊 所以啦 媛媛 今天如果有這個機會 妳除了感謝婆婆 給生了一個這麼好的... 對 老公 今天老公不在 去緬甸做生意啊 對 是 那麼其實妳老公也變成 在妳生意上面的夥伴 對 是 她也是老師啊 對 她是老師 也是老師 因為像譬如說我... 其實我先生不喜歡吃我煮的菜 怎麼... 這是大秘密啊 對啊 因為她很挑食 譬如說這一道菜她沒吃過 她不會去碰 是喔 因為我要開店她不得而已 她會試吃 試吃 對 試吃她就說這個味道不對 那味道不對 她就會跟說這個太油了 這個太鹹了 她就會把那些... 一些的那調味都會把它降掉 所以通過她那一關才可以賣 對 對 是 所以她其實是更重要的一個人 在最後在把關 能夠左右妳 對啊 影響妳 對 像譬如說我們好久沒有出新菜 她就在旁邊說 我沒有看到你們出新菜喔 他也會推喔 對啊 他說 很嚴格的專家 好嚴格 他說趕快推出來喔 他說吃一種菜 因為我們店裡面大部分都... 顧客都是老顧客 老顧客 回頭客 對 因為都是社區型的嘛 對 很多都是熟客 他說那些會吃膩喔 你要趕快新菜趕快出 這張老師的旁邊應該多一個位 對 對 金玉先生一起來做 但是現在人就免電了 是啊 對啊 我們今天呢很高興的 這個請到四位 對 一起來加入這個文文的幸福 來 應援團 然後來這裡呢 讓我們體會到 什麼叫做真正的吃東西 吃到文化 愛情 吃到愛情 吃到感情 吃到友情 謝謝 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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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喔 謝謝...